曼芳首度攻弹圆满成功!与老友们的聚会感觉100分! 曼芳首度攻弹圆满舒压庆功!曼芳4月14日在台北小巨蛋举行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演唱会,涌入世界各地1万1千位粉丝朝圣,曼芳诚意十足地演唱超过三小时,首首金曲感动人心! 演唱会结束后,万芳开心穿着自己设计图案的T恤出席庆功宴,万芳开心地说警报终于解除,而被问到演唱会表现,万芳笑说打100分! 万芳并说看到这么多的老友聚会,彼此分享着好多的回忆与故事,这么棒的感觉,值得100分! 庆功宴上导演郭子、音乐总监黄韵临与万芳及主办方一起开香槟庆功,庆祝小巨蛋演唱会圆满成功,现场立即被大家拱在家开市场,万芳笑说一切随缘,没有预期反而有助惊喜! 万芳首次登上小巨蛋举行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演唱会,现场涌入世界各地万名粉丝超胜,出道28年,拥有超过百首的金曲,万芳演唱超三小时欲罢不能! 演唱会画下美好句点,万芳随后出席庆功宴,与导演郭子音乐总监黄韵临与主办方一同举香槟庆祝,庆功宴上万芳精细收到主办单位联程娱乐老板奖预制线上的庆贺金波清酒祝福, 演唱会圆满成功,被问道给自己打几分,万芳俏皮的笑说一百分! 万芳并说演唱会上惊喜看到好多的粉丝与老友们,大家一起走过每个阶段,今晚能聚在一起,一起回忆与分享美好时光,这种感觉太棒了,绝对值一百分! 万芳也感谢郭子与黄韵临一路走来的鼓励与打气,郭子打句说这场演唱会筹备由冬天到春天,好时多日,终于圆满达成,万芳说好惊讶演唱会上的每首歌,郭子都会热唱,接下来最希望的还是能与郭子与黄韵临一起合作音乐与演出。 提到演唱会开场,为演唱集先泪崩,万芳说自己真的没有预期,上台前有些紧张, 一上台看到台下满满的粉丝,很感动,直觉就是想哭,还好有导演郭子透过耳机不断的叮咛,要深呼吸,万芳更打趣的说先哭再唱也好,这样就能好好的唱歌。 首次公蛋,万芳说第一次一个唱,站上小巨蛋舞台,前一晚彩排才看到台下一片空荡荡座位, 而今晚看到座位上满满的人,真不可思议,太爽了感觉真奇妙,又说演唱会上真的好忙,首次穿高跟鞋演出近半场,还要怕踩到礼服裙摆,一心多用,庆幸能安全过关。 此外,演唱会上催泪弹四射,台下一片泪海,万芳则说这也不在预期中,一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长大了,大家都应微笑来面对, 但遇到许久不见的同学与多年来热情依旧的粉丝们,彼此都有著不同的回忆与感动,因此这场大型的老友聚会,大家就跟住感觉走吧。 粉丝热情让万芳演唱欲罢不能的演唱超过三小时,万芳笑说大家都是多年的老友了,不多聊聊真的说不过去了,唱出过往的歌,看住现在的自己,真的还蛮有意思的。 紧接个唱刚结束后,隔天还要继续工作,万芳笑说现在还不能大吃大盒,接住要飞澳门演出。 出道28年,万芳首次战场小巨蛋开唱,已出版过22张专辑及超过数十首快制人口的金曲,万芳4月14日在台北小巨蛋举行时间仍然继续在走演唱会,在粉丝前哭万唤中期待下终于公蛋开唱。 万芳未唱先泪崩,万芳说大家好我是万芳,真是太爽了,唱了28年,今晚准备好跟青春的自己相遇吗? 而为了参与万芳第一次小巨蛋演出,不少粉丝更从美国、加拿大、日本及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及内地等世界各地来台。 演艺圈好友,陈明章,黄小虎,苏惠伦,安普,吴清风,江美琪,戴爱玲,黄雅民,周慧,林凡,林俊逸,黄介,聂火器,李璐,庄全英小球及好姊妹中心灵,杨立音,徐玉婷等,现身参与盛会。 因工作而无法到场欣赏的新小琪,吴柏,徐如云,陈启珍,江玉鹏,曾淑琴及姚谦等特别送上花篮祝福。 而首度公弹,万芳的演唱会有六个主题单元,时间仍然继续在唱出,那年你的戏与我的歌,等待考验的悲欢情爱,空中述说的生命旋律于非在情运中的不乐情,演唱会呈现了时间与大家固有的回忆故事。 这场演唱会除了用音乐感动大家,服装造型更是让歌迷看到不同样貌的晚芳,六套造型浮游纯粹,帅气,温柔,中性,知性,经典到气质等。 其中有知名书法家董扬兹与知名设计师蔡玉芬合作的作品,展现多面向的万芳,其中最特别的是万芳首次足登高跟鞋进奔场的在舞台上演出,过往习惯穿平底鞋与马丁鞋演出的万芳笑说站在舞台好像在学走路般的战战进进。 舞台影像视觉上邀请到知名导演王明台,包大山与陆细的插画作品,让大家看到台湾新锐插画创作。 舞台上配置1000片的LED荧幕,360度旋转大舞台,还有三个升降台与树枝状的延伸舞台,让万芳在舞台上能自在地走向延伸舞台,贴近粉丝的近距离演唱。 而另一巧思则是在演出前观众进场时,就能看到多位舞者在舞台上的即兴演出,让粉丝直呼一进场就惊喜。 而在音乐总监黄韵玲与导演郭子,两人联手打造演唱会,呈现时间延续与故事性的演出,每个桥段都让乐迷有不同的感动。 演唱会在万芳一席白色洋装,赤足的自舞台升起,为唱先泪风,在粉丝掌声鼓励中,以轻柔吟唱助处到许时间仍然继续在走先开序幕,随后在四岁小女孩网红胖球献身打鼓,万芳立即换装红色帅气军装彭沙群演唱金曲《孩子气》四季, 配合上北市商的75名愿意齐队自舞台四方壮观进场,再加上乐手、舞者等,舞台上近百人齐剧演出,及视觉听觉的响宴,加年华市盛会场面极为震撼,让现场粉丝拍手合唱不断,直呼惊喜,为演唱会带来第一波高潮。 万芳说,大家好我是万芳,真是太爽了,唱了28年,今晚准备好跟青春的自己相遇吗? 接住演唱《相爱的运气》、《纳叶》、《断线》等金曲,为现场带来满满的温馨,在经典戏剧金曲,万芳一席黑沙印由董杨兹书法名作的剑层礼服演唱《碧海晴天》, 《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爱上你给的痛,就值得爱,歌爱,开心》等有八点档及九点档花系列等戏剧金曲,一次唱足,再配合猪大荧幕播放剧戏剧片段回顾,让台下粉丝每首歌都跟猪大歌唱。 其中一曲从前,万芳坐在现场舞台上的鞦韆,近距离的贴近粉丝,一系列戏剧金曲,让不少粉丝感动得频频逝泪。 转换心情,万芳红色饮花西装造型现身,演唱金曲爱,接不及考验,荧幕播放驻1997年演唱会上有名男粉丝冲到台前点唱感人的画面, 而在21年后,该名男粉丝也精细现身与万芳在聚首,而英文曲《 True Colors》,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万芳温暖的嗓音,让现场粉丝沉醉,而嘉宾李英红现身,则为现场带来嘻哈风。 两人对唱电影新歌主题曲《爱上你》,还有男女对唱金曲《爱情现实》批两人舞台上轻松斗趣的互动,台下粉丝心情跟住嗨起来。 紧接住360度舞台旋转,万芳马上化身成电台主持人DJ,呈现在电台录音间,访问28年前出道的新人民万芳。 两人时空对话,感性温馨,万芳也缓缓道出心路历程感人至深,演唱《水域已逝》的创作好友Kumis贝利对唱,看住好友画面,自轰而降的红气球,让万芳数度哽咽,而金曲《原来我们都是爱住的》。 Michelle的第一天等,则为现场带来温暖的感动氛围,而演唱《我们不要伤心了》,舞台上则出现当年参与拍摄MV拉小提琴的小女孩徐婷,现在已是美国大学生,为此这次万芳的演唱会,特别从美国飞回来,让万芳觉得窩心满满。 之后万芳一席歌姓次秀长大一演唱金曲《My away》让现场气氛飞扬起来,再接住演唱飞,特别嘉宾黄韵玲现身旋转舞台以白色钢琴伴奏,台下掀起惊喜声,两人更对唱自己照顾自己,气氛温馨动人,在演唱施主了解则再度让全场大催泪,KTV国音情歌《心不了情》更是让台下感动, 粉丝情绪激动到最高点的大合唱,现场犹如大型的K歌坊,而最后万芳以气质白杀女神造型自舞台升起演唱安可曲伴秀,梦幻的演唱,为现场带来最高潮,而演唱时间仍然继续在走2018,象征住时间的延续向前,最后在粉丝们强烈点播的温哥花悲伤一号, 闻首子宫弹演唱会画下最完美的句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